关心到台北市长柯文哲预告 在必要情况之下会采取软性封城 对此有医师说支持软性封城 直到小学生都打完低剂的疫苗 不然医疗跟工会量能很快就会崩坏 而也有专家认为得靠人民自主减少聚会 或是内用的聚餐 而万一软性封城没有成效 恐怕就得祭出限制手段 台北市长柯文哲预估五月中 北市疫情单日会来到五十万里 必要情况下会采软性封城 对此有医师说支持软性封城 直到小学生都打完第一剂疫苗 不然医疗跟工会量能很快会崩坏 小学生先视讯上课两周 小朋友之间就不会互相传 在北中南各有一个 那万一哪一个区域的病人太多 当地的医院负担不了的时候 可以送到专者医院去 那这个要事先规划好 要准备好的 那有备无患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则认为 封城效果要一到两周才会显现 这段期间病人会持续出现 如果担心医疗量能不足 就得提早一到两周开始封 他认为与其封城 不如赶紧想办法扩充医疗量能 因为当专责病房比例升到20%时 还有 peng基本这段期間 未经训服伤 凡心症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